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他的一号目的这个就是开球这一码可以达到303 因为我对高尔夫球不是最了解 但是我知道我看过一些美群赛的专业运动员也只不过是300左右 你这个完全是美群赛专业运动员的水平 有运气的成分那天是确实因为还有个就是配对赛的一个组合嘛 然后呢其实在别的铁杆和推杆上我帮不了他们什么 然后只能就是说在开球上尽量打远一点 然后好让我们的团队在下一杆会有一个抓鸟的机会 所以是都是战略布置就是这样的 我只要负责猛抽一号目 然后打远一点 然后剩下的他们的近一点 他们的铁杆就很准 就我们给我们团队就创造了很多抓鸟的机会 也是我们团队一起配合 拿到了团体赛的第四名 已经很厉害了 对因为我知道小绝他的偶像是那个麦克罗伊 所以我现在可以叫他麦克罗汉 没有问题 真的而且因为我先前我也知道 你练高尔夫球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之前还有一杆进洞 现在又可以拿了最远距离讲 那你现在干输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七八十杆了 打得好大概在八十左右吧 但高尔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需要 任何运动都是一样的 需要你每天去练习 每天去恢复 如果很长时间一段不打 那干输又会上去了 就像这次来海口 我就没有带 球杆我已经和我的团队达成了个协议 就是因为之后可能要办演唱会 然后在演唱会之前 然后就取消我所有打球的活动 然后专心准备演唱会的事情 然后自己跑步去健身去恢复体力 所以最近大家看我有瘦一点 其实每天都在跑步 然后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哲瘦最近是在忙这个演唱会对不对 是在为这个做准备 然后呢还有一些别的活动 然后还有因为还要录新歌 然后呢录一些综艺 是的 还是要多吃饭我觉得 这个健身之余 昨天晚上我都特意就说我们吃完晚饭 然后呢我去健身 健完身以后 我也把大家叫在一起 我说陪我一起吃点宵夜 对多吃宵夜没事的 所以在海口这个度过的方式 就是就是吃然后吃点宵夜 然后健身来度过这个海口 来海口的这个假期对吗 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 而且很多东西我觉得只有到我们的海南 到海口的免税渠道才可以买到 所以大家度假是不是也都这样 每次来韩大 当然当然当然 路遥是应该也是的 一定要一次买个高 对啊 但其实像我的话 我本身就是在海口 我真是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了 然后呢 我经常 而且免税店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周面的这个免税店 其实是很齐全的 因为刚才我有跟大家介绍到 就是这个套装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周面免税的这个限量版的这个专享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欠币 天才无油黄油的大容量双支装 所以而且只有在我们免税渠道 周面的免税渠道才有发售 哲涵你有用吗 对我有用 然后呢 而且这款确实只能在我们的免税店才能够买到 所以为什么就是每次都把我请来 然后呢 就是三亚海口啊 这都是我们的免税区 而且大家来买东西都很便宜 欢迎大家又能看到海 又能来购物 就是很开心的一个体验 那有什么事情是你特别想在海口来体验一下的吗 除了逛免税店之外 其实我觉得在海边的话 当然是要体验一下水上运动了 然后呢 或者跟沙滩有关的活动 就是沙滩海边 然后呢 度假放松 然后海边露营啊 然后呢 在海边吃饭啊 都是一种吹拂着海风 然后呢 享受着美食 好有画面的 对 可能和好朋友 或者是陪我一起工作的辛苦的工作人员 然后呢 跟他们碰个杯 然后解解乏 就是犒劳一下他们每天辛苦的工作 明白 好了 我听出来 他很想有这种露营的体验 所以今天就来满足你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这个露营体验的第一个环节了 来给你安排了天才生活课 好吗 来一个夏令营的体验 所以呢 有很多的关卡 要让哲涵待会儿通过重重的关卡 可以能够如果顺利的话 就可以毕业了 现在呢 就进入我们夏令营的第一课 就是天才生活课 那我想考验一下哲涵的生活技能 所以在入营之前呢 这一课看看你会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现在桌面上是放了好多 你可以选择五件入营必备的单品 来放到旁边的这个入营行李箱 来看看你会选哪些 你可以打开了也都看一下 像这儿有好多 哎呀 还有很多小物件 对 我觉得第一 防晒 散必须要防晒 还可以防雨 防雨对 怕下雨 好 还有吗 然后呢 当然我们这个 要保持我们皮肤的滋润 那个水 铅笔的水是必须要带的 好 所以皮肤才可以一直那么水润 对还有一个呢 哎呀 风油巾 这个为什么呀 你经常容易晕吗 不是经常容易晕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到了晚上 你在海边吃饭的话 蚊虫 蚊虫是非常的多 你把这个当防蚊液用 对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不是提神的 就是防蚊的 就要很多地方如果很痒 因为我很招蚊子 特别招蚊子 蚊子就我跟朋友在一起 蚊子不要别人 天然蚊香好幸运 对就是很惨 所以我这个 但就味还挺大的 你也不介意对吧 拖好之后 其实我不介意 方圆五六米十米都能闻到 这谁涂了风油巾 我不介意 我挺喜欢这个味道 真的 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还 我记得我还小时候特别调皮 你知道吗 就是点这种风油巾 然后呢 今天点到手上 然后使坏啊 就比如说跟朋友玩 就走过去 在他鼻子上点一下 鼻子上点没事呀 不他会流眼泪的 就很呛的 你在干嘛 然后故意点别人一下 然后他就会 就是就会呛得流眼泪 就小时候那个爱玩 恶作剧的 这个一个工具 厉害了 所以我跟他 就是有很深的印象 要选他 好的 入营必备 好 现在已经三个了 第四件 好 第四件呢 当然我们的那个 铅碧黄油 对吧 对对对 厉害了 必须要带的保湿 是 这个是我们 终于免税的 最后一个 其实非常的纠结 你看有这个保温杯 墨镜和风扇 对 还有潜水镜 还有支架潜 潜水镜 这些东西 这个 就先先 这个要下水了 才用的是 其实我在这两样上面 非常的非常的纠结 要不就把这个 安在你的眼睛上 有色的片弄上去 又可以当装饰 又可以防晒 那我觉得 其实因为我 因为我很怕 就是太阳很大 紫外界很强 然后那个 会照得眼睛很难受 对吧 对吧 会影响逛的心情 很纠结 然后但我也很怕热 很怕出汗 我觉得 那怎么办 你都可以带走 都可以带走 全部放下一下 不不 金油座 你实用主意 你觉得哪个 我觉得吧 我们有海风 就先不需要 电波扇 我们还是先 戴墨镜 戴墨镜 我本来以为 你还会选支架潜 因为我注意到 哲瀚他的支架 会剪得特别的平整 就是很少有男生 就是能够修饰到细节 干干净净 不是 因为这个习惯 是来自于哪 因为小时候 我妈就是 一定要强迫我学钢琴 然后所以呢 学钢琴是绝对不能留指甲 对对对 然后我又显得很麻烦 就每次就把指甲 就剪得特别低 这样就可以少剪几次 你知道吗 原来是这个 然后就越剪越多 越剪越多 一次剪干净 对剪干净 然后呢就这样 就是 养成习惯了 对 不会那个老师说 你怎么又没剪指甲 你怎么练琴啊 是不是又没练琴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好 那我们现在五件 东西都打包完成了 好了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是会选择 我们芊碧的这个无油黄油啊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要 既要保湿 然后呢又不能够 太过的油腻在脸上 所以无油黄油 是非常适合夏天 去使用的一款 芊碧的产品 夏天护肤那个 我觉得还是要在意 它的肤感 要不然脸上老泛着油光 我觉得很厚重 就会觉得 这个人油光满面的 对 对 很不舒服的感觉 是的油腻腻的感觉 那Zoe老师呢 觉得在护肤品方面 要怎么选择 我觉得张老师刚刚讲的 非常非常的正确 那其实在我们 特别是在夏季 我们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 不一定以为的去追求 产品的轻薄或者是厚重 那其实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所以欠逼我们的无油黄油 它特别特别适合于那些 肌肤比较容易出油的 混油皮的这样的肌肤类型 更为重要的是 它可以帮助你 修复你的肌肤屏障 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见效了 让你的肌肤始终处于一个 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像这个 哲瀚刚刚给大家 折选出来的这个 天才黄油这个无油版呢 其实大家可以 屏幕前的朋友们 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样 然后跟我们的张老师 以及我们的这个 Zoe老师 一起来学习 我们的这个护肤技巧 那其实直播间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 现在屏幕双方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CDF会员购 海南倩壁黄油的页面 来选购适合你的 这个肤质的黄油 也可以在我们的 微信小程序上搜索 CDF会员购海南 来进行下单购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 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第二课 就是我们的天才护肤课 那在天才护肤课上呢 哲瀚会为大家 分享他的这个护肤心得 也会接受我们 这个护肤课的挑战 那请给我们 一点点准备的时间 大家稍等片刻 千万不要离开 我们的直播间 精彩马上就要回来 开启我们的第二课 谢谢大家